我现在终于成了阳过 我过去两周都在家里崇拜 因为两个星期的六天 十几十四天之前 我第一次特出来得了COVID 然后就想不能去教会了 然后在家里敬拜 那个感觉真的不好 就好像就在看比赛 或者看YouTube一样 感谢神 我今天可以第一次回到教会来敬拜 所以我想 弟兄我今年一年都是按照《石头行传》来 与弟兄姐妹分享 我也想 今年我也是做成好第十年了 很快 那个眨眼间已经有十年在 如果到年底可能要十年 在七家与弟兄姐妹分享 《石头行传》这一章 这本书非常的宝贵 因为这段《石头行传》 给我们开启了一个教会的世代 一个圣灵的世代 今天我们是谈美门的一致 但是在这个开始之前 我们必须先看一下 在上文 在《石头行传》的第二章 我们看到一个伟大的事件发生 就是在一个harvest time 丰收的日子 在五旬节的时候 就是在Pentecost 有一个圣灵的满意 那在这个时候 我们看到圣灵的降临 乃是圣父早就应许 而且是圣子特意让门徒们等待 在他升天之后的五十天来到 那在这个世代的时候 我们今天这个世代 不论是弟兄我 不论是阎牧师 郭牧师 还是寇监督 还有更早的亡命道 更早的马里逊 他们没有人见过耶稣 那我们今天怎么知道 我们所领受的救恩 我们所信败的耶稣 是真实的 是可靠的 是值得生命所交托的 所以在这个世代 我们最重要的 我们要知道说 教会 怎样知道一个教会 是传承 神从古时起世的 而且从使徒传承下来的 那就是圣灵 圣灵的作为 所以我们今天 圣灵是那一位看不见的神 圣灵不是一个能力 圣灵是一个位格 他是一位神 用英文说是一个person 所以我们今天 在这个世代 有一个很大的需要 就是很多人 都想圣灵充满 很多人都想教会复兴 但是也有一个 很大的危机 这个危机 就是有许多假的 冒充圣灵的作为 在那里 充斥在这个世代 所以当我们看 《使徒行传》的时候 我们知道 在《使徒行传》第二章 给我们看见 圣灵的降下 不是一个咒诅 乃是一个祝福 在这个圣灵的降下过程 带来一个分水岭 除了是圣灵 耶稣升天之后 三位一体的 第三个位格的圣灵 来掌管教会的 这个救恩历史走向的时候 他不仅仅是除去了 巴别塔 那个语言 不同语言分散 所带来的咒诅 他能够恢复到一个 更高的荣耀的地位 语言 中文 这个语言 英文 希腊文 希伯来文 都用不同的角度 可以荣耀神 所以圣灵的时代 在教会的时代 你会看到说 基督教是很特别的 就是许可 并且鼓励 人用他自己 所熟悉的语言 来敬拜神 圣经是被鼓励翻译的 当然要尊重圣经的原文 要去 确定 那个翻译 是人可以理解 但是又是 忠实于圣经本来的意思 所以在这个世代 我们要看到说 五旬节圣灵在充满这个世代的时候 他要做的事情是什么 就是在不同的语言 在不同的民族中间 让亚伯拉罕的福 借着耶稣基督的灵 临到万族万民 所以圣灵降下 就是一个传福音的见证 也是一个什么 宣教的开始 所以当我们今天在教会敬拜的时候 我们必须要说 教会 我们知道 我们怎么知道 我们教会是由 使徒传承的教会 什么意思 就是说我们所领受的 是从尊重使徒的教导 Apostolic Church 那在使徒行传第二章结束的时候 你会发现一件事情发生 这个事情我就总结了一下 你会看到分成两个颜色 前面是领受福音 信而受洗 跟随学习使徒的教训 彼此团息 波饼祈祷 然后呢 后面我写了一个 聚在一起 这个聚什么聚在一起 天天在一起到圣殿里 繁物公用 变卖家产 按需分配 大家有注意到 这两个颜色的区别是什么 就是当你看 史中行传的时候 史中行传它不是一个律法书 也不是一个教科书 它也是一卷历史书 所以在读的时候 你不能够断章取义 很多时候这个世代人都试图去做一个冒充 那个圣灵降下的一个奇迹神奇奇事 史中行传它给你看见的时候 我们去读的时候就会说 原来当时的文化 可以或当时的初期教会的时候 他们必须 他们做的事情有些可以做 现在已经不能做 特别是这里看的 繁物公用 特别是变卖家产按需分配 那是跟犹太文化 当时的犹太民族 他们敬拜神的时候的特质有关的 当时他们圣经是在圣殿敬拜 今天我们可以不会在圣殿敬拜 所以今天我们要回答这个问题 就是圣殿将要过去 那史图行传是建立新的时代 圣灵的时代 该怎样敬拜 在今天的这个经文中间也会有些答案 所以在前面的这一段的第二章的结束 我称它为这个是一个总结 就是以使徒的教训为中心 然后真理是呼吁人悔改 然后这个也会积蓄在使徒心中不断重复 然后我们今天看圣徒相通得以成长 我们现在做一个简短的祷告 我们就开始 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 谢谢主让我们在福音派的教会中间 可以认识你 主啊因为你所立的教会 乃是传扬使徒的教导 你所立的教会 能够忠心传扬你的福音的时候 主你就将得救的人数加给我们 主我们求助你来恩高孩子的口 让我们众人从使徒行传的记载中间 看到你所带来的那伟大的医治 以及你的医治在今天教会中 对我们的启发跟作为 让我们知道如何跟随你 如何寻求那医治 并且得到更伟大的医治 谢谢主 就主听我们的祷告 奉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 今天这段经文大家都很熟悉 我会从一些特别的角度来看 这个医治和神的新约时代的教会是怎样 来借着医治 借着传扬福音来建立教会的 首先我们刚才也读了一到三节 但是我们再看第四节的时候 就是一到三节是谈到 感谢神 我们今天是下午三点二十五 大家知道身处是什么时候吗 下午三点 所以今天这个时候查 这段经文是比较合宜的 不过不是查考 而是思考的时候 彼得跟约翰去上圣殿去 这时候圣殿仍然在 但是你会看到 在第二章的结束的时候 这个早期的教会的时候 当时的门徒们 不能够在圣殿剥饼 他们要在家中剥饼 那就是跟当时的情况很有关系 因为当时是从 新约的教会 是慢慢从犹太教要分出来 而新约的圣殿 在新约中间给我们看见 圣殿乃是什么 圣徒的身体 圣殿乃是基督的身体 所以耶稣说 我要你们将这殿毁了 我要什么 三天把它建立起来 所以这个圣殿开始要转移 转移的意思是什么 就是耶稣已经升天 在升天之间 他已经上了十字架 他已经把那个什么 献祭已经完成了 圣殿内的献祭将会过去 但是犹太人 他们还不愿意接受 他们不接受 耶稣是他们的救助 所以在《使徒行传》第二章 前面的时候 彼得第一次传讲 新约的教福音的 传福音的时候 他就说 你们杀了那生命的主 神却让他从死里复活 今天彼得会再一次 用同样的信息 但是这个信息有历史的不同 这里你会看到 有一个瘸腿的人 这个人是什么人 是生来瘸腿的 而且你注意到 他的情况是很糟糕的 是天天被人抬来 放在美门 然后他为什么要被人抬来 因为他生来瘸腿 然后他没有人 那圣殿大家都知道 你知道那些乞丐 他们去哪里乞讨 他们绝对不会 在一个比较偏僻的 鸡脚嘎拉里 他们去游览圣地 在一些桥上 在一些什么 游客比较多的地方 多金的 或者那个消费人 比较高的地方 去祈祷 所以这个乞丐 这个生来瘸腿的人 他是这样子的 他需要人周记 然后他看见 彼得跟约翰的时候 就求他们 但是彼得约翰这一次 你要知道 彼得约翰 是不是第一次看见他 不是 这个人是很有名的 他是从生下来以后 可能在他 到了一定岁数的时候 父母不在 或者不能养他的时候 他就被天天白来 他在那里是一个 一道风景线一样 今天我们不知道 大家有没有去过 Fishman World 或者是什么 很多地方 那个Downtown的地方 就有一些什么 专门表演的 一个机器人 对吧 那个就很多人 是在那里很久的 那是一个固定的 一个Sin 这个乞丐就是这样子的 然后可是使徒们 这一次 突然这一次 不知道什么原因 实际上原因很简单 就是第一节 祷告的时候 祷告后了 使徒约翰对他 看着他 彼得说 你看我们 那人就留意 看他们 指望得着什么 所以我在想 今天我们先看到 一致的一个 很重要的背景 乃是使徒们 经常见这个的人 就是没有医治他 我不知道耶稣 有没有见过他 使徒们肯定见过他 但是在祷告背后 圣灵开始做工 所以教会的祷告会 是很重要的 不仅仅是个人 私底下的祷告 不仅仅是群体的 这个小团体的祷告 是教会整体的祷告 是很重要的 因为你的心思意念 是集中在神的 在整个教会中间的作为 所以在祷告的时候 我们知道他们祷告的对象 使徒们祷告的对象 是谁 当然是耶和华神 这个是无可厚非的 因为旧约就是神 耶和华的意思就是 我是 结果耶稣在是的时候 说什么 我是生命的良 我是人的光 我是 所以耶稣也是 那个我是 所以祷告的对象 在使徒们来说 他们已经变了 他们已经有一个 更清楚的启示跟认识 就是什么 就是向亚伟 就是以色列的耶和华 也向耶稣祷告 这很重要 这是一个调整 这个调整就是因为 他们所领受的是 更清楚的一个见证 他们祷告的内容是什么 肯定是要 耶稣已经复活 已经升天 要做主 要开始推展神的国 神的计划 而这个神的国 跟神的计划 不再像他们 以色列人 所以为的政治的 军事的 金钱的 No 而是什么 属灵的国度的推展 祷告的行动 就带来今天的意志 使徒们 彼得跟约翰 这个人是一道风景线 这个人是一个 美门的风景线 他是生来瘸腿 天天被人谈 但是为什么今天 他们觉得该可以一致 因为使徒行传 就是圣灵行传 就是圣灵的作为 你怎么知道 什么时候做什么事 最重要的 按照神的心意 在祷告中知道 所以彼得说 很清楚 他说金银我都没有 只把我所有的给你 他以前也没有 现在也 以前也有耶稣 但是只有今天 这个时候 时候到了 我奉拿撒勒人 耶稣基督的名 叫你起来行走 于是拉着他的手 扶他起来 他的脚跟 怀子骨 立刻健壮了 就跳起来 站着 行走 同他们进了殿 走着 跳着 赞美神 百姓都看见 他行走赞美神 认得什么 他是那素长 坐在殿的 美门口求周记的 你再看 这个人是 大家都知道 这个人 他就是美门口 那个生来瘸腿的 就因他所遇着的事 满心稀奇 惊讶 你看 时间一到 圣灵 引导 使徒 行动 上帝的灵 就开始做动工 改变 让人心思考 那人正称在 正在称为 所罗门的廊下 拉着彼得 约翰 众百姓 一起跑到他们那里 很绝稀奇 你看 这些事情的发生 我们就简单看一下 使徒们实际上很简单 彼得没有做什么事 彼得只做了 说了一句话 你看我们 你起来 然后给了个命令 这个命令从哪里来的 圣灵来的 然后就拉着他 扶他起来 结果你看 圣经用了这么多的动词 右边这个都是这个人的动词 这个人说什么 跳起来 你知道这个人生来瘸腿 我不知道 有没有人滑雪 摆伤过脚 或者是因为打球什么的 真的 我有一次打球扭伤脚 我八个月都没有去运动 我就很frustrated 因为我很喜欢打球 这个人是生来瘸腿的 他做的第一件事 当他健壮 他从来没有体会到健壮的 他是跳起来 我不知道你们怎么想的 这是一个成人 这不是一个小孩子 他跳起来 然后他还站着 他从来没有站过 他生来瘸腿 他就是一个歪的 然后他就行走 他的脚第一次 在大地上走的时候 是安稳的 是平稳的 不是瘸的 你知道 我们那种感觉 你没有失去过 你真的不会觉得那个宝贵 我举的个例子就是 我有一次 是三个 一个月前吧 一个半月前 打pickle ball 打黑pickle ball 然后就打叉气了 腰扭着了 就是去做一个反手球 结果那 后面的三天 一个星期 我真的miss掉一个很重要的 就是很希望有一件事 我一深呼吸 我这个就痛 所以我后来每一次要深呼吸 我真的很想深呼吸 因为你知道深呼吸 对你那个心情很有很大便 我就要扶着这个 但是我真想深呼吸 你知道因为我那一个星期 都不能深呼吸 一呼吸就痛 所以我必须要扶着这个 然后我不能够 所以你知道这个瘸腿 你从来没有过 你一旦失去 是非常非常宝贵的 这个瘸子 他一生神上最希望 他不向人周记 以色列人都是心高气傲的 你会看到以色列人 他们从来不说 我有时候要我做什么 当然我不要人周记 我要来做事 他行走 这是他最大的盼望 但是你不要忘了 光是他的跳起来 站着行走 是他最大的满足吗 不是 为什么 为什么在这个架构中间 圣经有一个很奇妙 就是两句话 为什么我要把它分成这个架构 而且把中间那个词放在哪 进了电 你知道吗 瘸腿的 残疾的 可以进电吗 他从未进过电 他从未进过电 对他来说 他能够进电 以色列人是 那时候的以色列人 是不像今天以色列人 世俗化到的极点 那时候以色列人 都相信有神的 进电 所以他怎么能够不走着 跳着赞美神 这了不起啊 这个人他 他想到的 就是 你要知道 他是在圣殿门口 在以色列人中间 福音就是说 真的救恩和这个 圣经 救约 就耶稣所读的圣经 就是救约 传开了 所以能够在圣殿被医治 圣殿门口被医治 绝对不是邪灵的作为 只有神许可才可以 只有神的手 在他身上 神借着使徒的手 在他身上 表明什么 上帝要告诉弟兄姐妹 告诉当时的以色列人 现在神的灵的作为 在使徒们身上 在教会身上 所以这个医治的意义 是了不起的 是了不起的 这个医治 给我们看见 你看这是一个 大概复原图 美门是这个 中间那个地方 这个红的红点 就是在里头那一块 前面那个门 残腿的 他们可以在外面 但是不能进去 就像外方人 他们不能进到里头 然后呢 他们今天 马上彼得 所要发表的这个演说 这个人把他 拉着使徒的手 在这个所罗门的廊 是在左边那个红点 就是在外围 所以他们在这里 我们看到说 在这个过渡的时间 在这个使徒们 或教会 虽然去圣殿 去祷告 但是他们不能 在圣殿里行圣礼 为什么 耶稣是神 以色列人不相信 犹太人不相信啊 他们怎么可以 在圣殿里剥饼 不可能的 圣殿里只能献祭 只能祷告 所以在这个时候 我们会看到 这是一个过渡的阶段 在这个过渡的阶段 神借着这件事情 来让今天的你我知道 在那个世代 教会是怎么出来的 教会是必须要 用神级其事 用使徒们的教导 和圣灵的作为 来慢慢从犹太教分开 所以这件事情 为什么要行在圣灵门 就是要让人 把人的注意力 开始说 从这个世代 从圣殿开始到教会了 圣殿开始转移了 神的荣耀 不在那个有形的圣殿 而在那什么 信他的人 所组成的基督的身体 心的圣殿 OK 然后呢 使徒们是这个关键 使徒们所领受的新约 不是他们突然自己 奇思 狂想 然后做了个梦 说有白蛇啊 或者什么 No 使徒们他不是做一梦 他是什么 亲眼见过 亲手摸过 跟随耶稣 从亚伯拉罕 以撒 雅各的神 有一个新的约 这个新约是传承了旧约 比那个旧约更美 更好的新约 所以耶稣的名 是他们整个这件事情的转向 整本史书行传 或者整本新约 他们要传的是什么 就是耶稣 才是天下人间 没有赐下别的名 可以使人得救 耶稣 就是旧约的 亚伟 耶和华神 在新约时代 圣子的显现 见到耶稣 就见到耶和华神 耶稣就是那我是 耶稣也是那最后 坐在宝座上的羔羊 所以这一个 我称它为叫 新约传神 新的教会 新的圣殿 然后新的约 然后传扬的是什么 耶稣是神 所以圣殿前的 这个旗集的时候 你会看到 刚才的经文 只有十一节 就是讲故事 这段是记载 但是后面的解释 要占了更多篇幅 就好像第二章 是一样的 第二章 那个解释 那个圣灵的事情 就是 记载圣灵的事情 只有几节经文 十节经文 十一节经文 但是解释 这段经文 一大篇 那你说 这是个传福音 这就是传福音啊 因为始终行传 就是传福音的 教会传福音的开始 彼得看见 就对百姓说 这时候 他们就站在 圣殿的 这个狼子这里 说以色列人啊 为什么把这件事 看作稀奇 为什么定睛看我们 以为我们凭自己的能力 和虔诚 使这人行走呢 亚伯拉罕 以撒雅各的神 就是我们列祖的神 已经荣耀了 他的仆人耶稣 你们却把他交付比拉多 比拉多定义要释放他 你们竟在比拉多面前 弃绝了他 你们弃绝了 那圣洁公义者 反求着释放一个凶手 给你们 你们杀了那生命的主 神却叫他送死里复活了 我们都是为这件事 做见证 彼得马上就在传耶稣 什么叫传福音 今天人很多人 把传福音定义成 一个比较狭隘的 就是传福音啊 我就是要跟你讲 人有罪啊 什么等等 但是实际上 传福音是非常广泛的 广泛到一个就是 凡是你能够把耶稣基督的 你必须要接受耶稣 除了耶稣之外 没有别的道路的 都是传福音 然后你认识耶稣 怎么认识耶稣 怎么跟随他 怎么顺服他 也是传福音的一部分 不是说我只要 举手决志 才叫传福音 这是十九世纪 二十世纪的 一个新的发明 这个不是 两千年基督教会 传福音的方式 两千年基督教会 传福音的方式 是要让人 先要对宗教信仰 对基督教 没有一个特别的反感 来听 是不是真理 来劝人 来让人看见 人需要得救 所以教会以前的增长 不是靠着 绝守绝志 那个增长都是 我们不知道 我不再讲一遍 这是二十世纪的新发明 教会 它是让人先认识真理 从真理中间 人可以有圣灵重生 他必须在 圣灵重生之后 他可以说 我愿意受洗 不是说 我有一个program 然后这个program 就是上了八堂课 然后就不断地 督促他 是让他绝制 然后给他受洗 这个本身无可厚非 但是我们要知道一件事情 彼得在这里 他对谁讲话 他对 以色列人 对信神的人讲话 他在做什么 你看 他传福音是什么传的 他传福音 谈到福音 之所以是福音 人必须要信耶稣 一个最重要的 就是人先要知道 以色列人先要知道 他们的问题 以色列人是信神的 但是他们的问题是什么 彼得说 你需要耶稣的原因是什么 是因为你们 你们把耶稣杀了 你们不要耶稣 你们把他交付彼拉多 你们弃绝圣洁公益者 你们杀了那生命的主 为什么彼得要讲这件事情 彼得你要知道 我在讲这件事情的时候 他是冒着一个风险 什么风险 就是听他讲道的这一群犹太人 其中就有仇视耶稣的 就有什么 让耶稣上十字架 说钉他十字架 钉他十字架的那些人 然后呢 彼拉多说 我们看一下这段经文 彼拉多说 你要我释放犹太人的王给你吗 这是耶稣在十字架上的 有两个死刑犯 对不对 然后说彼拉多晓得 祭司长是因为嫉妒 才把耶稣解了来 只是祭司长挑唆众人 宁可释放巴拉巴给他们 彼拉多就说 那怎么样 你们所称为犹太人的王 我们怎么 我怎么办他呢 他们就喊着说 把他钉十字架 把他钉十字架 彼拉多说什么 彼拉多说应该的 不是 他就是犯了罗马回调 彼拉多说不啊 他说他做了什么恶事 他们就极力喊 把他钉十字架 而且还有人说 他的血归到我们 跟我们的后代身上 你看看这一群人 是怎样的一群人 他们是犹太人吗 是犹太人 他们借着 罗马巡抚彼拉多的手 来钉死耶稣 在圣经的四福音书中 有六次 六次 六次吧 六次 彼拉多说 我找不出他有什么问题来 我不觉得这人该死 结果他们说什么 钉他十字架 这里我们就给我们看到 而且这里在路加福音 又有一个记载 也是 也是耶稣钉死十字架 之前的事情 彼拉多 把祭司长 把百姓 官府都叫来说 你们说 他是诱惑的 诱惑百姓的 然后呢 我也审问他 但是我觉得他没有 我没有找出什么罪来 而且呢 他说我把给他给西利王 西利王也找不出他有什么问题来 没有做该死的事 我要释放他 犹太人为什么最后拒绝耶稣 我们要知道不是所有的犹太人拒绝耶稣 再讲一遍 我们说犹太人拒绝耶稣是说 在当时有一大部分的犹太人拒绝他 而且是也有一群人跟随他 这里我们看到说 彼得先要把这件事情讲清楚 就是犹太民族中间有许多的人 他们信靠耶和华神 但是这个信靠耶和华神 让他们 没有让他们认出来 耶稣就是那一位生命的主 耶稣在犹太全地 行了那么多神奇奇事 怎么样 他进耶路撒冷的时候 开始受到一点欢迎 说和善那 宋主明来的是当受赞美的 结果马上风向一转 这个宗教领袖 一直在想着迫害他的时候 李瑟里的百姓就跟风 也要迫害他 也要杀他 因为耶稣经常讲一些 让他们不明白所以的 甚至让他们觉得被冒犯 耶稣也曾说过 除了神以外没一个好人 你要去纠察他的话 他就这样讲的 所以在这里我们看见说 彼得在解释 这个 这个医治的时候 他的目的是什么 他的目的是 神已经做了一个奇迹 这个奇迹的目的是 让彼得传扬耶稣 让人知道说 以色列的圣者 已经来到 就是耶稣 并且呢 神所立的弥赛亚 就是耶稣 所以彼得这段经文 这段信息跟前面是 角度是不同 但是内坛主要的是一样的 彼得一开始就还是讲到说 耶稣就是什么 我们所信的 犹太人的列祖 所敬畏的神 所传给我们的先知 然后他说 他是神的仆人 而且他谈到耶稣 是从死里复活 你要知道 当时的犹太人 在这边听彼得讲到的犹太人 中间有没有门徒 有没有门徒 有没有耶稣的门徒 有 这些耶稣的门徒 有没有见过耶稣的复活 保罗说 显给十二十度 还有一次 显给五百弟兄汉 所以这些的时候 彼得都要讲一件事情 就是他的讲 他的传福音 他的传耶稣 就是告诉犹太人说 你要知道 我们今天不是我一个人站在这 乃是一群见证人 见到死里复活 并且升天的耶稣 而且耶稣 被你们很多中间很多人 什么 借着不法之人的手 钉在十字架上 但是呢 你们要知道 他是那位圣洁公义的者 所以 彼得为什么要讲这个 彼得说 这样你才知道 你需要耶稣吗 你要回转 你要归向耶稣 所以紧接着他就说什么 他说 你们把耶稣 钉在十字架上 可是你要知道 今天这个人 生来瘸腿 你知道 这个神迹 他最特别的地方 就是这个人 几十年来 如一日瘸腿 而且不是一次残疾 就是不是偶尔 比如说腿刷断 然后再黑 他是从小就是瘸腿的 这个很难医治的 彼得说什么 彼得说 我们因信耶稣的名 他的名 便叫你们所看见 所认识的 这人见状 然后他说 正是他所赐的信心 叫这人 在你们众人面前 全然好了 你看 彼得传讲的时候都说 他的名 他的名 他给的信心 不是你举手觉知的信心 然后他说 弟兄们 我晓得你们这件事 出于不知 你看 彼得他不是光是控告人 他说 你们很糟糕 你们很坏 不是 他说 这是一个事实 你们拒绝耶稣 把他 让彼拉多 钉他舍字架 但是你们也有一个 是什么 有一些不知 有一些无知 就是你们不认识 他是主 他说 你们的官长 也是如此 但是他说 神早就借先知 中间预言 基督将要受害 这样就应验了 所以他说 你们要悔改 归正 是因你们的罪 得以涂抹 这样 那安舒的日子 就必从主面前来到 主也 差遣 所预定给你们的 基督降临 天必留他 等到万物复兴的时候 就是神从创世以先 一来 借着众先之口 所说的 我们现在就把这个 核心 归下来 就是彼得的信息 就是说 你们要有真的信息 你们要看说 这个人得医治 是因为 耶稣的名 而且是什么 他有耶稣 所赐的真信息 而且呢 好消息是什么 好消息就是说 你在犹太人中间 他们对罪 一直很认识 不像我们第一次 接触基督教信仰的时候 对罪不太清楚 犹太人他们 从小生下来 都知道罪要靠什么 流血 罪要靠献祭 所以他从小就知道 一件事情 人犯了罪 是有一条道路的 这个道路是借着献祭 他们在圣殿 圣殿就是献祭的地方 所以他备战着圣殿 来跟以色列人 讲话的时候 他就说 你要知道 虽然你们做了这些 错事 今天你们看见 耶稣让这个人好了 耶稣的名让这个人好了 但是 你们可以有一条路 可以回转 这条路回转就是什么 就是悔改归正 罪被涂抹 对犹太人说 那个涂抹这个词 非常sensitive 因为大卫在诗篇 五十一篇的时候 他就说 我的罪什么 我希望神能够涂抹掉 涂抹就是说 好像上帝有一个记录 这个记录就是 人所犯的所有过犯 涂抹的意思就是 好像说神 拿一个橡皮擦 橡皮擦可能也还不好 要有一个超级橡皮擦 把那个墨迹 一抹之后 就跟那个纸 就是再次洁白 就是没有任何痕迹一样 涂抹就是指这个 所以彼得是说 你们有机会 悔改归正 罪被涂抹 这样那安树的日子 就必来到 这就是彼得的主要信息 彼得的信息就是说 这个人好了 是因为耶稣 不是我们 我们只是耶稣的仆人 然后第二 耶稣 你们跟耶稣的关系 是很不咋地的 因为什么 因为你们曾经说 要钉他十字架 你们要释放巴拿巴 但却不要一位圣洁公义 没有犯罪 甚至连彼拉多都说 是无罪的神 无罪的主 那但是你们有一个机会 这个机会就回转 回转的意思就是说 来认识耶稣 你知道耶稣行过神迹 我们中间有这么多人 向你们见证耶稣复活 你来认识耶稣 你听听他讲的 是纯正的旧约的教导 还是你们的这些法利塞人 对旧约的解释更加清楚 你们来悔改 来认识耶稣 然后你们才有机会 罪被涂抹 所以这些 彼得还没有停落在这里 彼得最后讲的这句话 很宝贵 他说只等到复兴 安苏的日子的来到 看看 安苏的日子是指什么 安苏的日子是指将来 在以色列人的盼望中间 他们一直有一个伟大的盼望 在以赛亚书中间 他是说什么 他说这里就把这个涂抹也提到了 他说34节 他说以色列啊 你是我的仆人 他说我涂抹了你的过犯 我再讲一遍 犹太人非常知道什么是罪 他们知道每年献祭都表明 他的罪是没有完全 完全除去 为什么 如果除去就不用再献祭了 或者是如果除去的话 那我为什么大祭司还要为自己献祭 所以他不能图去 只能暂时遮干那个罪 然后安苏的日子是什么 安苏的日子就是 耶和华救赎了雅各 并要因以色列荣耀自己 安苏的日子在以色列书中35章 他说瘸子必跳跃向路 今天我们看到这个人跳跃起来 哑巴的舌头能歌唱 在旷野有水流出 在沙漠有河涌流 野狗躺卧之处有青草 芦苇和蒲草等等 所以这些都给你看到 这个安苏的日子 是一个伟大的和平的日子 但是有一个条件 就是以色列人要回转归向神 我们知道当时的以色列人没有 有一部分就是教会 但是那一部分是少的 彼得给他们一个应许 彼得也在继续讲道说 你们不认不接受耶稣 但你知道吗 耶稣就是你们最所敬佩的摩西 所预言的 摩西说什么 摩西说神要兴起一位先知项目 然后摩西不仅仅停留在那里 他说的什么 他说凡他像你们所说的 你们要听 而且不听的必要从民中全然灭绝 这个很严厉 而且摩西也讲到这些 撒末尔以来的众先知 凡说预言的都说到这些日子 然后你们是先知的子孙 也承受神与你们祖宗所立的约 你知道彼得在这里所讲的所有的事情 都要告诉以色列人说 你们今天我要告诉你们的耶稣 从来不是突然冒出来的 乃是什么 将那个亚伯拉罕 以撒雅各的神 所指向的那位先知 那一位仆人 然后他所带来的福气 就是万族都要因你的后裔蒙福 彼得在这里讲的 你说怎么这么多话 我今天一下子就过去了三十六分钟 但是你知道吗 彼得在这里讲只是窄选 以色列人他们是习惯在这里 仔细听彼得所要讲的 他只是把主要的讲了出来 我们就还是做一个总结 就看到说 彼得说 耶稣不仅仅是有能力 不仅仅是那一位圣洁公益者 大卫诗篇中的预言 耶稣就是摩西告诉你们要听的那一个 而且摩西在提到耶稣的时候 在提到这个先知的时候 有一个很厉害的事情 他说 凡不听的 必从民中全然灭绝 你要知道神人摩西 在他讲话的时候 是不是有很多人不听他 但是是不是上帝把所有 凡是不听摩西的人都灭绝 有没有 没有 因为摩西是什么 摩西是仆人 是管家 摩西不是神 对不对 所以摩西他的 如果他所讲的十戒 他所讲的律法 以色列人公然违背 那真的是全然灭绝 但是摩西有没有一些 他喜欢的 该这么做 但是人家不做的 有没有可能 管个小孩 小孩子说 你让他现在两点钟 下午两点钟做功课 他偏要我说 晚上八点钟做功课 可以不可以 摩西说 我不喜欢 那他就不会把他的小朋友灭绝 对不对 因为有一些不是那个 但是摩西却说 这一位先知 他所讲的 你要不听 必然灭绝 为什么 希伯来说讲得很清楚 摩西是仆人 是管家 他只有一部分地方 抓的主要的 对不对 但是耶稣是儿子 耶稣更是那位 完全公义圣洁的神 如果耶稣讲的 你不听的话 你就没有挽回之地了 所以在这里 摩西已经指明 那一位先知 跟他是不太一样的 像他 但是实际上 权名比他更大 同样 彼得又讲了一堆 撒摩尔众先知所预言的日子 亚伯拉罕的福气 这些都给我们看见 彼得他的对象是犹太人 他的对象是犹太人 但是他要的目的是 要告诉我们 耶稣是谁 耶稣他做的是什么 然后为什么 他是人世间 唯一得救的道路 同样 彼得也提醒犹太人 当你不遵从耶稣的时候 你要冒的风险是 第一 你们冒犯那一位 上帝自己 冒犯亚威 就是耶和华神 第二 控告你们的 不是耶稣 而是摩西 摩西提醒过你们 所以最后彼得就回到一个总结 我们 他为什么讲这么多话 就是很简单 他说 神兴起他的仆人 拆他到你们这里来 为要赐福给你们 然后呢 叫你们个人回转 离开罪恶 所以你看 在整个 整个 整篇 这个 长篇大论 他的目的很简单 就是 接受耶稣 不是单纯的说 我听听耶稣 看看耶稣行了什么神迹 No 你对犹太人来说 对彼得的对象来说 你们接受耶稣 就是把他当作主 认识他 并且呢 以认识他为至宝 同样的 离开罪恶 离开罪恶 是接受耶稣的 一个先决条件 什么先决条件 就是 人得救 是必须要先 离开罪恶 如果你不恨无罪恶 你说我喜欢耶稣 但是不恨无罪恶 那这就表明一件事情 你喜欢的是想象的耶稣 而不是什么 而不是 真实的耶稣 真实的耶稣怎么样 真实的耶稣 对那个 行淫的女人说什么 走吧 我也不定你罪 但是什么 不要再去犯罪了 不要再犯罪了 真实的耶稣 他传讲的信息的时候 都提到 上帝那个审判的严厉 上帝的审判 要逃离那审判 来归向他 所以 彼得的传讲耶稣很简单 他虽然 我说的很简单 就是说 就是一个要求 使人回转 归向耶稣 但是他整个 他在这件事情上 所做的事情 就是让人来 知道 从这个新约的时代 圣殿进入教会的时代 教会最重要的 就是将耶稣的名传扬 让耶稣的 跟随耶稣的人 回转 归向神 所以这是美门的医治 因为这个医治 不是美门的医治 所以我这个词 有说与病啊 我给我打个引号 应该是什么 耶稣的医治 因为只有耶稣能医治 我们没有人可以医治 在始终形怀中间 所有的医治 使徒都在 没有一个医治 是使徒不在的医治 至少没有记载下来 所以在这个时候 我们就特别小心 你会看到说 当福音开始传扬的时候 神会医治 但是福音如果是广传的时候 神的医治 是有时候会少一些的 甚至在这个 使徒保罗的书信中 谈到教会中是有生病的 不再像耶稣的时代 所有人都得到医治 耶稣去的地方都得到医治 好 那再回到我们今天的总结一下 就是我们今天看到的 是使徒彼得在 新约教会时代的第二篇讲章 第一篇是五旬节降下的时候 也是长篇大论 我刚才有一些细节也没有讲 就是比如说 撒末尔到众先知 说这个事情是什么时候 我跳过去 实际上你会看到 先知耶利米书 先知以西节书 都谈到这个末后的日子 比那个使徒们 在他们的新约的圣经中间都引用 那要讲的是什么 就是我们在这个世代的时候 人最大的需要是什么 今天我们看到耶稣的医治 人最大的需要 实际上不是身体的医治 因为你医治好了 你还会什么 你还会衰残 你还会老化 你还会器官衰竭 人最大的医治 乃是人的灵魂得到复兴 人的灵魂回到 与神有一个和好的关系 人的灵魂有圣灵的内住 和圣灵的重生 人最大的需要 乃是以认识耶稣基督为至宝 怎么认识 回转归向神 然后神就借着他的灵 使你知道你所认识的 你所信的神是真的 而且是有将来的盼望的 所以在这个使徒行传这一章中间 我们看到一个过渡 这个过渡就是 圣殿开始他的荣耀 慢慢地被教会取代 实际上在使徒行传过后 三十年四十年 圣殿就完全被毁 那他们要做的 圣经在新约时代做的是什么 保罗在哥林多前书这样说 他说难道不知道 你们是上帝的殿 今天我们很多时候 有人祷告说 我们到神的圣殿中敬拜的时候 你千万不要决说 好像这个地方就是圣殿 不是的 我们是什么 与众圣徒一起祷告 那我们的身体 圣徒的身体就是神的殿 上帝的灵住在你们里面 若有人毁坏上帝的殿 上帝一定要毁灭那人 因为上帝的殿神圣的 这殿就是你们 这殿就是你们 就是所有相信 跟随有圣灵重生的 圣徒在一起的时候 就是圣殿 然后岂不知你们的身体 是圣灵的殿吗 等等 这些都给我们看见 圣灵在今天这个世代 他的作为就是让人悔改 让人跟随基督 让人在教会中间 领受救恩所带来的 那个丰盛的生命 你说今天我们要做的是什么 我们今天要做的 许多的事情 但是你怎么知道 什么时候做什么事情 就好像今天的这个故事 一开始 伸出祷告的时候 我们必须在圣灵里面 在群体中间 谦卑的到神面前 我们就知道该做什么事情 我们要传福音 我们要做社区的见证 我们要在家中 有家庭敬拜 有孩童的 有带领孩童们认识神 有老人家的 向老人家人传福音 或者把他带到教会 带到团祭 我们知道有许多事情 我们在社会上 我们在工作的职场中间 有向同事见证的 我们在这个选举中间 选票的时候 你也要做一个中心的管家 应当去做一些 应当去选举 而不是浪费你的这张选票 这些事情我们都要做 目的是什么 目的是把神所托付给我们的 这个见证活出来 这个见证就是什么 就是把耶稣 对我们生命的改变 活现在使用神给我们的 这个各方面的身份 不论是作为配偶 我们在家中要向我们的配偶 不断地做见证 对不对 我们要向我们的儿女 向我们的孙子孙女 向我们的家人等等 所以这些你就会看到说 今天我们感谢赞美神 我们这个世代是圣灵的世代 求神来大大的使用 每一位其家的弟兄姐妹 一起在圣灵中祷告 一起认识耶稣 并且听从他给你的感动 来做神荣耀的见证 我们一起祷告 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 谢谢你给我们这一段 宝贵的《使徒行传》的记载 我们看到 天父你让我们看到 主耶稣所带来的医治 是何等宝贵的医治 这医治不仅仅是除去 那生来瘸腿的人 这医治乃是让人的灵魂 可以完全地喜乐 复兴在你的面前 以认识你这位至圣者 这位天地的大君王 以及我们灵魂的大牧人 为至宝的医治 主我们知道 在今天这个世代 我们有许多的责任 我们有许多的机会 就求主你来使用我们每一个人 让我们在 你所给我们的各样的身份中间 来做一个忠心的仆人跟管家 让我们可以向周围的人做见证 我们自己内心也心思一天 谢谢主 求主你赐福光照引领 祷告不配 奉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们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